首辆M4A4FL10中型坦克于1955年末交给埃及军队,与以军首次接收M50中型坦克的时间几乎一致。 资料显示,有12辆M4A4FL10坦克,参与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。 名义上,苏伊士运河归埃及政府管辖,但运河的实际控制权却是因法两国所特许的一家公司所有。 当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,因法以三方随即策划了针对埃及的行动。 以色列负责进攻埃及,而鹰,法则会在苏伊士和两侧建起一个非军事区,停止双方敌对活动的同时,继续控制运河以及其周边区域,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。 行动当天,埃军在西奈半岛上共有三个装甲连。 共计40辆使用柴油机引擎的M4A2、M4A4坦克,12辆M4A4FL10坦克,3辆M321一装甲回收车,以及三辆带有推土机的谢尔曼坦克。 其中的一个装甲连被部属于埃以边界的拉法赫,另两个连部属于阿里什。 1956年10月30日,黎明时分,以军第七装甲旅在旅长流里、本阿里的指挥下,实施戴号卡戴什的入侵行动,率先攻入埃及领土。 埃军在拉法赫的防卫力量如下,17辆弓箭手坦克兼机车,16辆谢尔曼坦克以及各种口径的火炮。 在拉法赫附近,埃军共建立了17个前哨阵地,同时配属了一定数量的坦克兼机车、炮兵、地雷,每个阵地都能独立作战,互为机脚。 然而,面对乙军的强势攻击,这些看似固若金汤的堡垒还是被逐个攻破了。 进攻拉法赫的乙军装甲部队,是第七七步兵师配属下的第27装甲旅。 除配有25辆经过改造的M50A型坦克外,该旅还有两个连的M1超级谢尔曼。 其他兵力包括,一个机械化步兵连,一个摩托化步兵连,一个装备AMX4-1375坦克的轻型侦察营。 该旅还得到格拉尼与以及医疗工程分队的支援,是要夺夏拉法赫。 10月31日晚,乙军格拉尼旅在第27装甲旅的机械化步兵支援下,从南向拉法赫发起进攻,经过一夜激战,于次日清晨夺下该阵。 拉法赫的尸首,也意味着乙军的装甲部队能顺利通过北部公路,进入西奈半岛,朝阿里时推进。 11月1日,乙军第27装甲旅,顺利突破埃军在西奈半岛前沿设置的雷区,并在阿里时东郊设起了一座据点。 4日,该旅支援第77师迅速突破埃军防线,攻陷阿里时。 随后,第77师继续高歌猛进,一路推进至距苏伊士运河仅20公里的地域,才开始补充燃料与弹药。 在阿里时近郊的作战中,有一辆M4A4FL-10被乙军击火。 这辆坦克被留在原地数十年,直到2000年初才被埃军回收收复,陈列在阿拉曼战役国务馆内。 而在撤出阿里时的过程中,也有一辆M4A4FL-10被挨军遗迹。 11月6日,面对国际压力的英法被迫接受停火协议,并于11月7日宣布停火。 而以色列也迫于形式宣布撤出西奈半岛加沙地区。 也正是这次冲突,让美国从英国手里夺得霸主地位,直至今日。 苏伊适合危机后,乙军缴获了诸多埃及人的装甲车辆。 除了M4A4FL-10坦克外,还有多达50辆T-3485坦克。 有资料声称,埃军派出的12辆M4A4FL-10,有8辆是完毫无损地落到乙军手中的。 除此之外,乙军在拉法河、阿里什等地也收缴不少轻武器与火炮,充实自己的军火库。 在接触M4A4FL-10坦克之前,乙军就已和法制车辆打过交道,对其并不满意。 经过技术测试后,乙军认为埃及人装备的M4A4FL-10根本不及自改的M50A坦克,因此并没有将其裂装。 乙军选择将其炮坦拆下,重新换成M50A使用的CN7550火炮。 据称,这批脚迫的谢尔曼,直到1975年才从乙军一线装备中退伍,转入预备一中。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,埃军停止购买北约车系,转而向苏联靠拢。 在1960年至1963年间,埃军共接收了350辆T54坦克与150辆T55坦克,5倍迅速增强。 不过,M4A4FL-10坦克仍然在意。 1967年的6日战争爆发时,埃军在西埃半岛加沙地带共部署了四个混编,有谢尔曼的装甲连。 虽然总数有80辆,但是这些坦克的出勤率并不高,多数缺乏备件,可靠性很差。 与苏伊士运河危机一样,埃军集中兵力向着拉法赫发起攻势,随后沿北部公路继续向阿里什推进。 时任国防部长的摩西达阳宣称,埃军只会对拉法赫及周边地区发起进攻,至于加沙则不作为军事目标。 在拉法赫,埃军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,为避免后路被劫不得不撤出阵地。 近一天的激战争,埃军就付出了2000余人伤亡,40辆谢尔曼损毁的代价。 不过,他们也让主攻的乙军立其装甲里付出诸多损失,同时有力地阻击了对方。 在战斗中,一些将车体引力在攻势内的埃军火炮,坦克并没有向进攻的乙军开火,反而选择向内格夫沙漠的尼里姆、基苏菲姆两地的集体农场发射高爆弹,企图摧毁犹太定居点,瓦解乙军士气。 在这次针对平民的袭击后,乙军高层随即下令,由耶胡达·雷射夫上校御第十一机械化给进驻加沙,并试图迅速控制当地。 这种违背命令的行为,也使得班、已、歹三军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。 战志日落时分,乙军成功控制加沙的中南部,并拿下了加沙的至高点阿里蒙塔山脊,但对加沙市的首次攻势却并未奏效。 6月6日上午,乙军第35散兵已进入加沙战场,最终支援第十一机械化旅攻陷了整个加沙地区。 整场行动,乙军也只付出了近100年伤亡的代价。 而在拉法赫·加沙地带的战斗中,同样有一些布置在边境线上的M4A4FIL-10被乙军击毁或缴获。 至6月8日,乙军成功控制整个西奈半岛。 他们一共击溃了埃军四个装甲师,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,造成埃军十万人伤亡,损毁,被缴获950辆坦克,1100辆装甲用兵车,上千门火炮。 这就是M4A4FIL-10的最后结局。 此战后,埃军中的M4A4FIL-10不再服役,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更为现代化的苏式车辆。 不过,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,我们仍能看见埃军自改的细尔曼公斌驾桥车的身影。 直到1980年代,这些车辆才因缺乏维护、配件等原因强制报废。 M4A4FIL-10是一款质量一般的备选车辆。 对于那些负担不起主战坦克开销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,M4A4FIL-10坦克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埃及人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,对于坦克成员的培训欠佳,车辆保养,维护也是马马虎虎,最终才让这款能和M50A打平的坦克变得如此,碌碌无为。 M4A4FIL-10也曾参与过战争电影的拍摄。 在1969年与1977年的两部意大利电影中都有出镜。 在电影中,无论是盟军阵营还是德军阵营,使用的都是M4A4FIL-10坦克。